還不買股票的 不敢買股票的 你快來看 一定要看這一集 為什麼我裡面幾乎是大放鬆的 如果你覺得老師那些股票 只有小短線 沒有什麼肉可以吃 沒關係 加入謝一文謝老師的LINE 我要告訴你下禮拜的三檔股票 看完節目有一檔你一定猜得到 看完節目你就知道了 無論如何 先加入謝一文謝老師的LINE 全國的觀眾 全國的投資本們大家好 歡迎準時收看決戰籌碼 你好 我是謝一文 今天算是喜中待優 為什麼 昨天晚上美股漲很多 當然我還是把它視為強勁的反彈 可是昨天晚上的美股反彈有個意義在 我們之前在care什麼 NASDA破月線又破季線 背伴破月線又破季線 本來講反彈 昨天晚上正式站上 正式站上季線 誰 NASDA也站上了 費半也站上了 讓我覺得這一波的反彈 比較有力 但是你不要緊張 我知道到現在還有人不敢買股票 為什麼叫你不要緊張 先下重點 先破題好了 我認為下個禮拜還有低點讓你買 我認為 那你等一下來看我的看法跟講法 跟我所準備的東西 有沒有符合你 有沒有適合你 有沒有適合你 有適合又想要拿到 又猜不到怎麼辦 加入謝一文謝老師的LINE 好不好 小老鼠 Hello money 888 小老鼠 Hello money 888 先不要急著加入為什麼 如果我等一下講完 你覺得這個老師講的股票是不值得你加入 那你就不要加入 所以先聽我講完 好不好 來重點出來了 下個禮拜會有低點 我認為下個禮拜還有低點讓你買 這一波我們算抓的還不錯 為什麼 我們就消息面來看 比如說你看之前的那個所謂的這個 公債值率1.6%的問題 大家一直在擔心 錢會不會移轉 謝老師也跟各位講了 部分的外資 被動型的外資 他一定會有所準備 他真的會移出去 你看台幣開始 好像還是升值 但是就沒有那麼強了 那代表的是什麼 這個 入資在台商的入資有會回來 可是怎麼樣 我們境內的外資 稍微有回出去 真的是有出去 不是沒有出去 但是怎麼樣 少部分 對不對 少部分 那為什麼去跟各位講說 我們說對了呢 你去看 現在美債還是在1.5多 可是外資為什麼回頭來買 外資為什麼回頭來買 那代表對台灣的產業 跟所謂的聯動的國際機器 這個美債 並沒有太大的相連 所以當初跟你說什麼 不要緊張 不要看到黑影就開槍 不要看到美債值率到過 你就認為說這個行情要反轉 這個是景氣正要付出的 一開始中間會有所謂的金融市場上的震盪 會有一些變異數 如果你照我這樣的解讀 你就會覺得很放心 那不只是這樣 對不對 上個禮拜還在聊 聊什麼 台股成為怎麼樣 外資的提款機 我說你就不要讓它成為提款的東西 為什麼 等台積電拉回來到600塊以下 你再來買 老師600塊太高 即限576 我說沒關係啊 578 576 有差嗎 沒有太大的關係 是不是 為什麼呢 我說你不要去差那個3塊5塊 很辛苦 剛剛說起來很減少 5600塊的股票 你要插在那個 你要插在那個3塊5塊 除非你就照我所講的 老師不行 我就是要買在最低點 老師我不行 我就是要買在全世界全世界的最低點 這個 這麼苛求 這麼完美的人 你也不要來參加我 我做不到 我直接告訴你我做不到 我沒有跟各位講 下殺的過程當中要比什麼 誰犯的錯比較少 為什麼 如果你一直在犯錯 如果你一直在犯錯 真的來到低點 你想完的時候 不好意思 你洗手已經打完了 為什麼 沒錢了 沒有錢了啊 老師我前面就一直在犯錯啊 老師我前面就一直在買 一直在買 一直在買啊 老師我就沿路放空啊 慶忌怕完啊 方向又做錯了 哇 怎麼樣 怎麼辦 看不太太 騎關山看不太太 你沒辦法動作了 你沒有辦法有任何任何的動作了 為什麼 因為你子彈打完了嘛 對不對 也跟各位講 又講什麼 不要放空 不要追高 不要放空 為什麼不要空手 為什麼不要空手 有一些好股票 你要賺一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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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賺一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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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啦 不要說無聊的事啊 大家都要來賺錢的 如果你有這些持股在手上 你現在看到了 欸 行情慢慢上去了 股票也慢慢上去了 心理是不是很舒坦 對不對 如果你亂賣股票 你之前亂賣股票 你沒有賣在 你沒有賣在相對高檔 你下來了以後 再拉回來再買一點啊 那些股票沒有跌多啊 各位 一位好個人有跌很多嗎 穿紅衣坐捷運有跌很多嗎 沒有嘛 那跌深的股票呢 每次都不要說話 為什麼不要講話 讓他籌碼沉澱 你越去買他 越去擠他 不一定有好結果 不一定有好結果 說不定反彈上來 再來做停損 我告訴你 都比你買在賣在地點還要好 這就是操作嘛 半導體股票 欸 開始要出來了 開始要回溫了喔 怎麼說呢 大盤昨天說出現 出現隧道的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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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曙光 看到那個光了 看到那個出口的光了 為什麼呢 我為什麼能夠事先預告 來 進電腦 今天就還人了嘛 昨天前天跟各位講 講什麼 看到隧道的曙光 看到希望啊 看到希望了 今天有沒有實現 今天實現完了以後 一定會有人問我說 老師 還有沒有機會再買到更低一點 還有沒有機會買股票 我剛才不是跟你先破題了嗎 我認為大盤下週 會有低點 重點是你要選擇到什麼對的股票嗎 是不是 是不是 懂我的意思嗎 就我們之前所講的 包含這個國際的這個 美國公債的因素 這個這個包含 我們所跟各位分析的 我們應該要怎麼做 我的看法三部原則三部政策 一路走來 倒看電子股的成交量比重 電子股的比重 到大盤的 最適合的那個那個容量 那個量能2500億到300億 出現了3月10號2600億 一步一步走來的過程 我相信你應該追蹤我 你有看到我 你大概都知道我們講過這些事情 從大盤不好提管機 到怎麼操作 到低檔 開始要做轉折的時候 事先做預告 到今天為止 來各位 昨天最近的你所聽到的 看到隧道的曙光對不對 為什麼 有個2600億 有個2822億 3月8號跟3月10號 記不記得 如果你記得的話 來來來來 今天怎麼樣 開始好像怎麼樣 開始怎麼樣 變紅棒了 那節目一開始所講的 什麼叫做洗中待樂 洗是什麼 全種他沒股漲 今天太股也漲啊 可是 優的地方在哪裡 抱歉應該是洗中待優 優的地方在於哪裡 今天起床的 好像不太強 長得好像 不是那麼的有力 對不對 所以又有人會開始害怕 害怕什麼 老師會不會只是反彈行情而已 老師會不會談起來應該是要走的 不要想那麼多 就是論事 好不好 用科學跟 用依據來說服自己 不要平白無故自己嚇自己 如果你要自己嚇自己 我跟你講 我們已經被嚇了40年50年了 為什麼 因為對外飛彈一直瞄準我們 那你應該每天都要閃閃閃流 不用嘛 不要自己嚇自己 該做的事就要先做好 對不對 好 比如說 有些股票可以追 有些股票不能追 他的理論基礎在哪裡 什麼叫可以追來 8040的九陽 老師這可以追 這漲了一波拉回來修正 又漲上去了 連續兩天漲停板 第一個就價量關係來看 漲的過程當中是量數還量增 量小過錢高 他代表的是什麼 基本上他的籌碼還算安定 特定人沒走 還有人在裡面 這個上下起手 我們不要講得太明顯 說炒股票 還有人在上面上下起手 對不對 最主要的原因在於哪裡 老師 你不是叫我們不能追嗎 為什麼要追 一定要有特殊的原因 他的卷資比高達24% 融券回補日就在這個月的月底 或下個月的月初 那個日期很近了 我想請問各位 卷資比高達24% 那代表未來在這個15天之內 都要做一個所謂的強制性的回補 強制性的回補 有那個基本的買單在後面 我想請問你 可不可以把它視為短線上 可以追高的股票 懂我的意思嗎 一定背後要有原因 要不然為什麼帶你去做追高的動作 就籌碼來看 就科學的數據來看 就依據來看 那個日期是哪邊邊定的那個 你的做空的人時間價值已經快要沒有了 再加上放空的人 他的比例跟融資相比是24% 不在少數 又要在固定的時間之內做強制性的回補 我可不可以把它視為短線上 可以追高的好股票 是不是 那這一檔更奇特 漲越高越有人要去空 大家都知道大力光要私募入主 先進光 當然是有一點細菌系的變化 這個官司禪送至少 至少七八年了 我所知道就七八年了 一直這樣告來告去 主因在於哪裡 先進光用了大力光離職的工程師 離職的工程師 把大力光的部分鏡頭的技術 帶到先進光去 大力光當然不服 一時當中 幾年前 一時當中 那個先進光敗訴 你知道他賠掉一個股本 我公司送給你還不夠 對不對 公司送給你還不夠 法官判決的 對不對 但是事情出現轉折 一定中間有人去做斡旋 一定有中人去講三講三講三 或許是政府官員 這個我們就不要講 好像類似官說 這裡面有什麼話 那重點是什麼 結果是怎麼樣 大力光勝訴 結果是怎麼樣 先進光敗訴 敗訴的股票可以長成這樣 為什麼 化敵為友 大力光說好 那既然我告以你了 我也叫你不要賠償這麼多 你的四個工程師也被罰錢判刑了 好吧 我們故事到此結束 哇 大力光真的是 對不對 先進光的大恩人 錯 原來還有按盤交易 什麼按盤交易 你要拿一點股票來給我做私募 你要拿一點股票來給我做私募 就是說你公司要一點股份來給我 對不對 就好像以前我們看的那個 古代的連續劇有沒有 那個官員去把客棧 裡面放了什麼毒 放了什麼打什麼 你們亂七八糟衛生很爛 可是我可以告訴你 有一個方法可以解決 對不對 你把你的股份給我 老闆說好 那我把股份全部都給你 我整個客棧都給你好了 不行 你的人要留下來 如果沒有你這家客棧 誰要主持的 誰要來招呼客戶 不行 你人還是要留在這邊 可是你股份要給我 這個事情就這樣成了 所以先進光怎麼樣 大致上就是 如同我剛剛所講的這個事情 一根兩根三根四根五根六根 為什麼還可以買 漲六根的老師 漲那麼多了 為什麼短線上你還視為可以追了股票 我剛剛講的 月長也有人去空它 卷支比高達百分之三十八 榮卷回補率也是 大概是在月底跟四月初 有時間上的空單壓迫力 我請問你 那個空單全部補起來 是不是可以至少維持它 一天一根的漲停板 當然可能也不會補在同一天 如果是一直蓋上去 一定要補在最後一天 那最後一天那正好就是要 對不對 就剛好最後一天能夠漲停板 榮卷回補率能夠漲停板 那就是那些被空單回補的力量 可是各位有這些空軍的力 這個弟兄在後面做什麼樣 做support 做你的後盾 有些股票它就可以追高 有些股票不能空 那老師什麼叫不能空來 老師你這個軟體不準 這個都出現了過高之後的放空訊號 老師你跟我說過這以前可以空它 你有說過對不對 但是現在是幾個 現在是三個 我說過了嘛 3月底4月5月很多都要強制做回補 老師出現這個訊號為什麼不能補 是3月份天氣好 所以不能去空它嗎 老師是3月份春朗花開不能去空它嗎 不是3月份不是這個原因 是因為很多的農卷回補率 就在這些時刻嘛 那現在為什麼不能去空它 為什麼 為什麼不能去空它 一樣嘛 農卷比例太高了 農的卷支比太高了 所以你不適合在此時時刻去空它 為什麼 還是會有那個時間壓力嘛 雖然它出現了過高放空訊號 理論上是要去空它啦 可是各位不能去空 為什麼 時間壓力嘛 時間壓力嘛 如果你想要去做空的 你也不要去空它嘛 4976的加零也是出加空訊號喔 今天還帶大量喔 理論上都是偏空的訊號出來喔 為什麼不能空 一樣嘛 卷支比20幾趴快30趴啦 像這樣的股票你都要放一耍 為什麼 因為有時間上的壓力嘛 有時間上的急迫性嘛 懂我的意思嗎 那短線上的股票最強的 今天有一檔股票漲領滿 你節目看我久了 或者是你是我的會員 你一定知道什麼股票 這檔股票叫做新Polo 昨天只有幾百張啦 我沒有辦法帶會員去買 可是有一些比較好的會員 我就有帶他去買 那為什麼呢 從去年開始他在做視訊 視訊剛好搭上所謂的疫情關係 很多學校很多公家機關開會 面對面都沒有辦法面對面 或者是坐飛機去跟你去 跟你去社交 跟你去開會 所以會有怎麼樣 會有所謂的視訊會議 新普羅在做什麼 他在做鏡頭 他在做鏡頭 他在做遠端視訊會議的這些 所謂的器材 連接到電腦 連接到 所謂的公司的 meeting 你在世界各國 你都可以看到什麼 包含連展也是啦 但是我是比較喜歡 新普羅這家公司 為什麼呢 因為 現在 以鏡頭行業 以遠端視訊行業 裡面最缺少的 共同性的東西 就是怎麼樣 共同性的話題就是什麼 就是缺料 我告訴你 缺料最少的 就是新普羅 就是新Polo 就是6560的新Polo 之前就講過了 沿路上講過來就這樣了 那今天為什麼能夠漲停呢 因為這家公司我太熟了啦 他為什麼能夠漲停 因為昨天下午他 董事會開會決議 決議什麼 你很久沒有聽到的一個名詞 叫做股票鼓勵 現在就流行發現金啦 公司有賺錢我就分現金給你 為什麼 我不要膨脹我的股本嘛 對不對 我現金流量夠的話 我就分一點現金給股東 你很久沒有聽到 所謂的股票鼓勵 那6560昨天晚上 昨天下午的董事會怎麼樣 他宣布了什麼 他決議了什麼 他要配股票鼓勵 1塊半 150股 一張就是150股 這個已經很少看到有這樣的公司 為什麼呢 他缺現金嗎 不是 他現金 現金鼓勵配3塊 股票鼓勵配1塊5 他缺現金嗎 當然不是他配3塊 他怎麼會缺現金 對不對 他為什麼要配那1塊5 想把股本膨脹 股本膨脹的目的在於哪裡 想要讓他的 想要讓他的 股本變大 想要讓他的公司在市場上的成交交易量變大 想要讓法人認同 為什麼要想要讓法人認同 事實上在去年的12月 我也跟各位預告了 新婆羅要開 有開一個所謂的法人會議 為什麼從此之後 就無聲無息 又漲了一波段上去 我們那一波段做的算蠻漂亮的 那為什麼股價當別人在 從13000漲到16000之時 他的股價卻低迷不振 重點在於哪裡 成交量 重點在於哪裡 在於他的股本 因為你的股本太小 因為你的成交量太小 有很多法人都知道他是好公司 但是沒有辦法去認購 沒有辦法買很多張 甚至於沒有辦法去認購他 所以幾經波折 中間內容有關於比較私密的東西 我就不要講了 好不好 當然我一定知道 我一定知道 我不知道我不會去講那麼細 講那麼深入給你 那宣佈了股票鼓勵 1.5元之後 勸動了這個 誰哭倒長城 忘記了 孟江女是不是 幾經感動 感動了天地 感動了老闆 他說那我們就把股 股票股本 把我們的股本再膨脹一下 最好的方式就是 對股東最好的方式 我分股票給你 我再分現金給你 4塊半 所以今天這個消息應該沒有什麼人知道 因為你看他昨天成交之後600多張 那我也只能400多張 我也只能帶少數人去買 講實話 所以今天可以 沒有一家到底 還是有開的這個時候 可是 收盤鎖了3000多張 我覺得那是騙人的 但是有人做的企圖心 跟科學數據上的顯示 應該是非常的明顯 這是我們之前所跟各位一直在追蹤 我們非常了解的一家公司跟股票 好嗎 好那 現在叫你去買新普羅 你一定也不肯 對不對 那比如說我就多介紹幾檔囉 3545的敦泰 我認為他應該會有到140150的實力 我認為 我認為 2331的精英 精英跟大同的故事有聽過了吧 就是要把林郭文彥 把他用腳 在他的屁股上 留個鞋印在嘛 懂我的意思 林郭文彥失去了大同 那你說精英呢 大同的故事我也跟各位講過了 對不對 這一定是中間有講好的東西 我拉一下你粗一點 好你就安安心心的做一個 所謂的榮譽董事就好了 因為大同是林家開的 對不對 那林郭文彥為什麼姓林呢 因為他冠夫姓 好不好 大同是誰的 大同不是林卫山的 大同是林郭文彥說的算 林卫山講話就好 他只會好好好 沒有用 沒有人要聽他的 好不好 那精英我也認為還有一個小波段 那我們就多講幾檔股票 這個一拳超人 對不對 延續下去 但是我跟你講 20塊以下沒有買的人 你現在不敢買 講實話 今天又量大 對不對 那你可不可以等待會來買 可以啦沒問題 除非他很賊 就一路就一路向北 那我就沒有辦法講 我就沒有辦法去 那我就對不起各位了 就我們自己賺而已啦 6413的元金也是在低檔 也是出現了所謂的低檔 過小高的出量的買點 我都認為這種股票都還不錯 我就多介紹幾檔 2477的美容店 這個也是一樣怎麼樣 對不對 開始衝的時候 在低檔出大量的時候 剛開始的時候 也不要急 或許會有拉回來好買點 拉回來的時候一定要量縮 拉回來的時候一定要怎麼樣 你要發現人沒有跑 如果人跑了你也要跟著跑 不要當呆頭兒 我都認為還有所謂的高點 3645的達賣也是一樣 好不好 這個就做短了 可以買的短線的股票啦 那當然有一些就 不能買的股票昨天做立志嘛 對不對 昨天漲停板了 今天殺了快跌停 為什麼 去看我昨天的節目好不好 去看我昨天的節目 好嗎 散熱啊不錯啊 但是我就不欣賞他 不愛他 不是不是愛 我以前做過他 我太了解他了 可是就是他裡面有個隱憂在 去看我昨天節目好不好 那我覺得他講可以買的還是比較好啦 那我剛剛節目上所講的嘛 我認為下個禮拜 會有低點 那那個低點 可以切入一些比較些中小型的 什麼樣子的股票 趁著廣告時間 我等一下回來會講你放心 趁著廣告時間 先加入我的LINE好不好 小老鼠 Hello Money 888 如果你真的看完節目還猜不到 哇 老師我先加入你的LINE 我來問你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 先加入謝宜文謝老師的LINE 小老鼠 Hello Money 888 我們等一下回來 好有幾檔股票 如果你現在是我LINE裡面的成員 是我的家族成員 或者是我裡面的好投資人的朋友 或者是我的粉絲 那你大概就知道這檔股票了 那你大概就知道這檔股票了 為什麼去買它呢 我們基本面之前都在 明的在LINE上面裡面 講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除此之外 券支比高達36% 月底前一定要做強制回補 36喔 36喔 那一曲同工之妙 我叫你做南電 南電也高喔 南電也是PCB的 這家公司也是 你現在看到這個電腦 來我們進電腦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電腦 這個也是PCB的喔 那南電叫你去買 你肯不肯買不肯買 為什麼要200多塊300塊嗎 那你買這個四五十塊的股票 你覺得好不好 券支比高達36%喔 星星也是喔 星星大概也有30%喔 3037那個星星也是 也是PCB的喔 是不是 那也是一樣嘛 將近100塊 那你不如回來買這檔股票 你看螢幕就知道了嘛 50幾塊嘛好不好 對不對 我認為應該會有一個小波段啊 短線上應該算蠻安全的啦 再來 這個 這個 站著生氣 聽不懂對不對 什麼叫站著生氣 這個線型就漂亮了喔 亮縮橫向整理 儲備第二波的Energy 什麼時候噴出不知道啦 但是可不可以買一點 站著生氣 卷支比高達57% 下禮拜買一點吧 下禮拜趁拉回的時候 有地點來買一點吧 安定的力量 也是沒有拉回 也是有拉回喔 卷支比高達30% 跟你說的都好高票啦 鏡頭回到我 先加入謝一文 謝老師的LINE好不好 小老鼠 哈囉 Money 888 進來了 來問問看 值不值得你問 值不值得你看 你問到了你就知道 下禮拜一見 摩爾證券投顧 0800668085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制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